生母愛分享 我該結束生命還是勇敢的活下去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這部電影 你是我的勇氣Stronger 一部改變真人真事的勵志動人電影 由維基女王導演大衛戈登格林指導 傑克格倫霍主演 其他演員還有塔提安娜·馬斯蘭 米蘭達·理查遜 克蘭西·布朗等人 故事是在敘述 2013年4月15日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真實案件 那是一個對波士頓居民最難以抹滅且悲痛欲絕的日子 當天正在舉行第117屆波士頓馬拉松賽事 但卻因為恐攻襲擊的悲劇 造成三死183傷的慘劇 這場由沙尼耶夫兄弟主謀 為了報復美國對於911之陰謀論 與宣揚伊斯蘭教精神的攻擊事件 幾乎讓全城陷入戒嚴狀態 居民也活在恐懼之中 去年上映的《愛國者行動》由馬克·華伯格主演 同樣改編自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愛國者行動》呈現幾名團結對抗炸彈客的驚險又感人真實故事 《你是我的勇氣》則圍繞在傑夫豹曼在該事件中失去雙腿 如何振作起來的真實故事 改編同樣事件的故事 但站在不同角度去看 呈現的感受完全不同 《你是我的勇氣》整部片的起伏非常小 就連本部片最有可能震撼的爆炸那部分 也是輕輕地帶過 但本部片也不是主打爆炸案 而是站在一個受如此創傷的倖存者 在失去雙腿後的世界 會有什麼影響? 身旁的親朋好友及伴侶 如何陪伴及看待 甚至陌生人的支持鼓勵及嘲弄 要是自己或是身旁的人有這種處境 看的時候一定更有感受 而且覺得 都有人這麼努力地活著 想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們 是否可以多想想自己的處境 與那些勇敢活著的人的處境 看著電影發生爆炸後的片段 真的 皺著眉頭看到完啊 個人認為本部片並不會讓你痛哭流涕 除非你非常非常進入本片或是生痛感受 但還是不少片段會紅了眼眶 有許多名利、相處、迷惘的橋段 不單單是爆炸案、復健、愛情那麼簡單 雖然本部片真的起伏不大 但也更考驗了演員們的演技、肢體、眼神、對話等等 這部片不只傳達勵志 而是更多引人省思的部分 好啦 老實講 雖然廣告主打捷克格倫或問頂奧斯卡的極致演技 而且多倫多影展首映後 贏得一片好評 爛番茄還開出94%超高分成績 但這部片沒有達到我預期的痛哭流涕 像有的真人正式改變為了球更加精彩 可能會加一些非真實事件的片段 或許平鋪指數更能還原當誰的傷痛 更能考驗導演及演員 老樣子 電影還是要親自感受 可能你進去看完會哭完整包衛生紙也說不定 對了,題外話 我看到一部訪談影片 傑克格倫或飾演波士頓爆炸案生還者 但傑夫豹曼本人吐槽他比較希望來恩雷諾斯來演他 哈哈哈哈哈哈 至於本部片的缺點 硬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大家從預告片就可以發現 發生那麼大的爆炸 一般人都會回頭和停下 影片按暫停發現 只有女主角停下 其他警察和跑者警民眾 感覺好像沒發生任何事一樣 大家可以去預告片看看 以上是我的 你是我的勇氣為影片 爆雷劇情概要和心得 我會放在另外一部影片喔 有任何問題及建議的朋友都可以留言給我喔 喜歡的朋友記得幫我點個like 喜歡,幫我分享 再幫我訂閱一下唄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